有時候大家都會在新聞看到公司沒有經濟 也是老闆欠萬港薪資料的新聞 尤其這段時間以來 以前影響就不會有公司的經營 如果老闆朋友遇到這種狀況要怎麼處理呢 台南市政府老闆局就特別佛局 若是遇到這個情形 可以主動找老闆局來協助市民進出自己的環境 民眾是頭路最怕遇到公司遇到 也就是老闆欠薪資料 如果有這種情形 其父老闆局都可以協助處理 透過老闆正義的協調也才是正常協助 但老闆局提出 必須是大家也要保存好新租段 老闆企業上最多的東西 特別提醒我們的老闆朋友 我們在吃頭路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跟我們的薪水段 薪資民視 或是說我們的出現新紀錄 還有我們的労働企業 這個部分我們就要保存起來 我們要真的歡迎老闆正義 這就是老闆平衛的消滅本 所以拜託這個部分一定會保存起來 最重要就是如果有老闆正義 會去找老闆局 因為老闆局是我們老闆平衛的克選 但如果是老闆家走路的進行 老闆局也要做民眾進行連頂 向老闆局進行信 老闆朋友遇到我們的僱主 走路了 他沒辦法出席老闆正義的調解 我們也是會馬上召開 透過調解記錄 協助我們老闆朋友取得 歇業事實認定的證明文件 透過這個證明文件 向我們的老闆局 甚至於相關的電廠 雖然大家都不願意 讀到公信樂器的證明 但如果讀到民眾 要記得將相關的東西保留好 當然要找到工業協助 記者 郭伯奕 起政婦 彩虹不得